汪峰战队王霄云最爱躲在柜子里扮鬼唱歌 评价汪峰的声音 爽 中国好声音最大的推点就是 能够看到各种各样形形色色 绝无雷同的歌者 也许你不爱王飞曲的摇滚 也许你对马颜颜的绝食嗓也不感冒 没关系 我们还有黄霄云 作为本期好声音最年轻的曲 黄霄云的唱功可一点不容小觑哦 而据黄霄云自己所说 自己其实是个小怪咖 特别喜欢的事情就是 关着灯练歌 关着灯呢就是感觉我在舞台上唱歌呀 就什么都看不到了嘛 眼泪就只有音乐啦 然后对就还有闪光灯 同学为什么觉得是怪的 因为我平常在宿舍的时候 我没有关灯嘛 我问他们能不能关灯让我唱一下 不行 然后我就跑到衣柜里面去唱 他们觉得我很奇怪 为什么在衣柜里 它里面也有混响 然后也是黑着灯的 除此之外 黄霄云还喜欢吓唬人 我平常会用手机这样照 然后宿管老师来点名的时候 哇 吓死我了 很像鬼嘛 我小明也叫鬼啦 小明叫鬼的 哥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啊 在参访中 黄霄云还透露了选择汪峰老师的原因 也是令人惊叹 汪峰老师的声音很爽啊 汪峰老师声音很舒服 就随时一唱歌 就给人的感觉不一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